讲以前 我们先做一个brainstorming 脑洞活动 脑洞游戏 希望大家来猜几个词 猜几个字 大家猜一猜 这是什么字好吗 什么字 有同学说好 赶快猜 什么字 什么 怎么读 这是云吗 云 我看繁体字只有上面那一半 没有下面那一半 我们拿来刁难外国朋友 刁难一下外国朋友 什么字 云呢 云 没见过这个字吧 实际上这是一个新造字 再看一个 怎么读 什么意思 联想到你生活里头什么东西 联想到你现在的社会 现在的生活 一个大众一个什么 云 什么 人云云云云 还有呢 其实确实来自于 正说分云的云 来自于这个字和这个字 最后一个是什么字 不是云 不是云吧 关键 那么我揭晓 这确实是一个新的汉字 这个汉字呢 不存在 它来自于两个字 我提醒一下 这两个字 新字 但是这两个字 对你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对我们的生活 学习工作 以及你们将来的工作密切相关 只要你现在用微信 只要你现在用淘宝 只要你现在用膜拜单车 只要你现在不看电视了 看视频了 那么这两个字对你就很重要 一个是云储存 Saved in the cloud 一切信息大数据 最后都存在了cloud上面 另外一个字叫做重 什么重 重造 重响 重传 我给你一个挑战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教学 都是说的不好听 造本宣科 师到尊严 答疑解惑 传道授业 都是老师忠心的去传授 经验 学识 知识 能力 学生 吸收 我给你一个挑战 实际上我今天说的 不是国外的教学法 国外教学也受到这个的 这种困扰 怎么解决教学的问题 因为国外也存在着 师到尊严 也存在着老师讲 传授 学生听和吸收 效法 但是 它跟 这种方法 跟现代社会 格格不入 现代社会 讲究的是大数据 讲究的是云储存 讲究的是大众参与 大众制造 大众分享 大众学习 对不对 那么我给你的挑战就是 你能不能 把你的教学 将来大家是做 对外汉语教学 对不对 很多事 想想 你是新一代的老师 你跟我不一样 因为我们隔着 两岸三十年 有些东西不能要求我 但一定会要求你 因为我已经不存在 生存的问题 我随 我已经有工作 但是你们面临着 找工作 保住工作 要干得好 而且你教的学生 人家不厌倦你 不烦你 愿意和你一起去学习 那么你 这就是个挑战 所以我今天讲的 就是一个概念课程 这个concept course 这个概念课程里头 一定记住两点 你作为老师 你要记住两点 能不能运到 能不能运用到 云储存 第一点 第二点 能不能让学生 和你一起来制造 能不能让学生 和你一起来制造什么呢 制造学习内容 教训内容 能不能让学生 一起分享学习内容 通过分享 一起学到 他们应该学到 有用的知识和能力 所以记住两点 这个概念课程 最关键的两个术语 概念 就是云和重 当然还有其他术语 等一下我会 说到那里 我会再介绍新的术语 看下去 大家看一看啊 你们觉得 这个教学内容 或者学习内容 你们能不能接受 我今天专门用的例子是 想得太做到了 不叫做 想得太做到了 实际上我带了水 忘记拿出来 我随时都带了个东西 因为我们时间比较赶 你们觉得 假设让你用这个 去做教学材料 你能不能接受 做教学内容 想一想 今天是对外汉语 我专门挑一些 和对外汉语有关的 有声音 很好 太好了 我要辍学 照顾我的父母和找工作赚钱 在那段时候 我不能做饭 所以我要在网上 自己查怎么做饭 每一天做三餐 给我家吃 不要紧 可能是原来就比较 刚才那个 对 我们先看两眼 你们觉得 这个教材 和我们现在的教材 有什么 各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区别 想一想 这不是我们没有 实际上 我所在的学校 也没有用这个做教材 但是想一想 这个做教材会怎么样 跟我们现在的教材 有什么区别 味道才好吃 最近我自己开始 找出方法 用叶丹 重塑中国甜品 成为西方甜品 我觉得这是 很好的方法 介绍外国人 去吃中国甜品 为什么呢 一 中国甜品的味道 比较重 然后外国人 平常不喜欢 太重的味道 所以叶丹的 麻木性格 能减少甜品的甜度 使外国人 是中国甜品 二 想一想 如果叫你 使用这个教材 你会怎么想 你如果你的课堂 需要用这种教材 你怎么想 有什么问题没有 或有什么优点没有 有什么好处没有 有没有人用过 类似教材 或你们在学 有没有用过 类似教材 有没有 视频 你们用的视频 哪里来的 网上下载的 对 很好 证明 你已经开始 第一 你用到了重的概念 你用的材料 来自于网上 某个链接 打开以后 你可以让学生去看 你已经超越了书本的年代 我们以前教书是造本权和造一本书来 教科书来讲 你现在已经用到多媒体了 优点 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用别人材料有一个 有什么优点 随时去找 对不对 Readily Available 随时可以找到 缺点是什么 Copyright Copyright 人家喜欢你用 既然他放在网上 They want you to use it 对 没有Copyright的问题 按理所 既然放到网上 就希望你去用 还有 但有什么其他问题 没有 没有针对性 很难找到有针对性的问题 资源 和内容 还有一个问题 假设这个班是我去教 假设我去制作这些教学内容 会有什么问题 我自己去制作 有什么问题 我也放到网上 大家看 有没有问题 好不好 这么做 好 为什么好 针对目前的那个课 根据目前的课 比较Purposeful 比较有目的性 有关联性 有用 对不对 有用的 我们才去制作 有什么缺点 那么说一下缺点 制作不精良 什么 制作不精良 还有呢 不专业 还有呢 不专业 还有呢 还有呢 专业技巧 还有呢 专业技巧 其他问题 比如说那个 您说这个是整体韩国 手终的面具 很窄 对 如果我使用这个PPT 那个 BOSE BOSE 一个模特 的话 不太喜欢 因为这个是整体韩国 实际上 可能这个班里有韩国许致 这是International Class 什么人都有 我就针对你的问题来讲 如果一个班 像你这个班 你是哪里人 伊朗 伊朗 你伊朗 马来西亚 还有没有其他国家呢 哈山克斯坦 还有中国的 起码有三四个国家 韩国的 韩国的 谁是韩国的狙击手 韩国 韩国 有点像电影上的人物 有点像电影 谁有名吗 都是没名 对 对 有没有日本的 没有 那起码有五个国家 对不对 五个国家 有越南 有越南 越南朋友不出生 你就几乎不存在 我有多出生 你看这几个同学 对 实际上国际课堂 出生 重要 现在这个社会 If you don't make a noise you don't exist 你不出生 你就不存在 那么说下去 我说下去 我不问大家 我直接讲 在我理想中的教训 概念课程里头 分享人生体验 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比方说这里有吉克斯坦 有伊朗 有马来西亚 有越南 有韩国的同学 你们分享各自的体验 和视野 和观点 和想法 比一切东西都重要 因为就是在分享的过程中 我们学到新的知识 和新的看法 制作不精良 有可能 但是 我跟你们说一个可能性 你们打开微信 在上面看到的视频 大多数制作都不如央视 对不对 绝大多数都很臭 这个pixel很差 这个叫解像度很差 声音很差 但你还是看得乐此不彼 很喜欢看 为什么 有趣味 relevant 有用 跟你相关 都是年轻人 对不对 而且 你看的就是他的 不够精良 太精良的 你觉得 在给我灌输点 太艺术性 离我太远 等等 所以这个可能不成问题 成问题的是 你看我是一个老师 李老师肯定知道 在现在当老师压力三大 要管学生 当班主任 要教书 要备课 还要改作业 最后还要发录音 每年要发两三篇 哪里有那么多事件啊 我还去制作这个 怎么办 有什么solutions 对于我作为老师来讲 有什么solutions 怎么办 一起创作 什么人一起创作 老师的老师 或者老师的学生 啊 就是你了 对 要想到这一点 再说到下一个概念 最好的学习 不是读书 去听什么 去看什么 去读什么 最好的学习 最有效果 是两个 一个去想 一个去做 很重要 记住一点 假设你将来出去 你去教老外汉语 你说我今天教你 中国这个春节叫什么 明天教你这个汉字是什么 你还不如让他去体验 中国的春节 一起包脚 一起干什么 洗汗子 你还不如让他真实的去洗 让他参与进来 这就是一个重造的过程 这就是你说的 让学生来做 那么这就涉及到 很多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 老师以后的角色 就不仅仅是 照本宣科 答疑解惑 或者传道授业 的角色 还包括 组织者 organizer 组织者 coordinate 协调者 你要去协调 negotiate 你要跟学生去bargain 去跟他去 讨论 讨价还价 你这个还应该做什么 应该改善什么等等 你的角色会更多 我现在再说一个 实际上 在我的概念课程里头 在我 实际上我教两个 一个是翻译课 一个是对外汉语 也跟中国对外汉语一样 教老外中文 这就是我课程上用的材料 这就是我学生 做的材料 他们做的内容 成为他们 一起学习 一起分享 一起 传播的内容 如果说 跟现在已有的课程 现在绝大多数 对外汉语已有的课程相比 最根本的不同 那么就是 其他课程都有一个 中心的教材 一个统一的教材 一个纸质的 print media books 这种text books 有这种纸质的教科书 我们用的是 第一 new up to date 都是学生 最新制作的内容 第二 relevant content 学生做的 学生自己 二十岁假设 他同代人 做给同代人看 他的这种 target readers target students 这种目标受众 目标学生 和他的内容 之间的关联度 更强 再一个 他们做的是 他们关心的东西 学生可以分享 他们更有兴趣 第三个就是 他要去想怎么做 他要真正去做 在做的这个过程中 他学到了 第一 学到了汉语 第二 学到了创新 第三 学到了技术手段 包括 怎么去做视频 怎么去剪辑视频 怎么朗诵的更好 等等 还有一点 他学会了团队精神 因为要一起来做 一起做作品 现代这个社会 你说我靠单兵 叫做单枪匹马 哇 你还可以 因为我离开久了 我很多成语已经不是 他可以提醒我 好学生 而且这个 我告诉你 在我的班里 你一定是最高分的那个 为什么 因为我很看重 第一 什么叫做重 重很关键一点是重想 shared by all learn by all 那你有contribution 对人家是一种帮助 第二 你不断的说话的时候 知道你的头脑在不断的动 所以说到这一点 我说一个TESOL 大家知道 你们教对外汉语 对应的话 英语有一个学科叫TESOL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或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它有一个讲究的叫 Student Center Learning 学生中心教学法 其中我经常去 努力去达到的一个目标 就是老师讲少点 学生讲多点 老师写少点 学生多写点 老师少做点 学生多做点 这个比例 我心目中的比例 最好是20%对80% 学生承担80%左右的 听说读写 老师承担20%左右 那么刚才做到这个 如果大家记住一点 你将来如果教汉语 你照本宣课的话 在国际上不会太受欢迎 如果你可以把更多的机会给学生 你会更受欢迎 回到我们主题 回到我们主题 这个作品 就是我们学生 自己做的 学生在小组里做的 在小组里分享的 然后呢 如果做的好的话 我就把它放到班里 大家来分享 如果做的更好的话 我把它作为下一个年级 或者其他班的学习材料 来分享 发现没有 我这里基本上就达到了 两个关键的术语 第一 crowd production 重造 crowd making made by all and shared by all 大家来分享 第二个关键术语 就是放到云上去 不要以为我存都存到了手机里 表面上在你手机里 实际上都在云上 都在 比如说杭州 或者美国的某个总的服务器上 你的这些数据 人家可以学习的时候 有针对性的把它给调出来 那么这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 现在的社会 对于我们老师 有人问 你什么时候加班 我经常说 我从来不加班 为什么 因为我从来不下班 永远都在工作 everywhere anytime online 永远都在线上 经常 实际上我属于老师里比较懒 周六周日肯定在荒山野外 晚上到一定时间肯定睡觉 我看我其他当院长 或当教授 当什么 很多人真的 一天到晚都在网上 我在国内好几个朋友 微信我都不敢看 一看我就内疚感 负罪感 他们都在工作 我都在玩 但是 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 就是 always live always on time always real time always interaction always be there 你都会有这种特点 那么这个就可以达到 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 如果 我再放一放刚才的那个节目 大家看看刚才的那个 那妈妈妈和儿子住的地方很便宜 附近游移全无地 儿子乘乘和 林猪小孩一起玩战略游戏 不是跪在地上 就是有苦有好 妈妈看到 揍起了眉头 不行 那门家的儿子不能住在这里 妈妈就带交儿子搬家 搬到人比较多 比较热闹的地方 可是 新家口径在场 那里的小孩子 喜欢学圣文做生意 喜欢看图服 下猪再养 妈妈的眉头又走了起来 这个地方也不好 于是 他们又搬家了 这一次 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 每月一日 官员到文苗 心里鬼拜 这一次 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 每月一日 官员到文苗 心里鬼拜 互相礼貌相待 儿子这样了 喜欢学习模范 妈妈很免疫 递天这头说 这才是我儿子应该 住的地方呀 后来 他们就在这里 就下来了 我的学生不在场 所以呢 我们从坏话说起 先说背后话 先说坏话 当面的话 我会先说好话 今天先说坏话 批评批评他 有什么问题 这个做student content 做learning content 有什么问题 做学习内容的话 有什么问题 或者他这个作品 有什么问题 先说一下 声调太差 什么 声调太差 什么叫声调 四声对不对 太差 猜一猜什么人 欧美 欧美 离这两位同学很近 马来西亚和越南同学很近 泰国 你看一看名字 叫做 标准 印度尼西亚人 但我怀疑他家里有泰国学徒 好像他告诉我 他跟你们是一样的人 华侨吗 不是华侨 就是本土的 叫Original Indonesian Indonesian and Thai 还有什么问题 声调比较差 可能咬字也不太 标准 标准 缺乏我们中国人说话 特别是播音员讲究的逆扬顿挫 对不对 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字幕 没有字幕 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可以做字幕 既然 你是想分享 对不对 而且 现在人 很强调 performativity 很强调把什么东西show off一下 对不对 show off叫什么 晒什么东西 对不对 我晒晒我的文字功底也很好 对不对 我再晒一下七彩的字体也很好 或者什么跳动的字体也很好 再晒一些什么 那种Emojis也很好 对不对 Emojis叫什么 表情图 对表情图 也很好 他的说起来 他的表达手段 还不够丰富 那么 现在给大家 其实我把它 大家引到了一个沟里 现在这个社会 最大的优点 是建设性 说别人的好话 通过数 特别是鼓励他 不断地更好 我们刚才是批评 那么现在我们换一个方法 鼓励他 说点好话 有什么优点 简单易懂 简单易懂 还有呢 还有什么优点 很有勇气 特别在我的班里头 2.0课程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头一两年特别难 因为你没有样板 如果是头一两年的同学 特别有勇气 后来样板越来越多 学生内容越来越多 这时候就不需要勇气 一看都已经成为新常态了 习大大说的新常态 到了这个班里发现 每个人都是 叫做万班五一 百班五一样样解通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不是勇气的问题了 这是我做不做和我生不生存下去 我在这个班里是不是这个班集体的一员的问题 这就变成一种竞争压力的时候 你不做别人做了 你的分数就低了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其他优点 赞扬一下 刚才说他发音不好 声调不好 实际上也有他的优点 他给我们一个实力 知道一个真实的学生 学的汉语什么样子 假设我这个班里 再来新的学生 我会告诉他 你看 这位泰国同学 经过努力 他做出了这个作品 他的发音 到了这个水平 我已经给了他一个优或者良的分数 只要你行 我也给你同样的分数 那就变成一种鼓励了 变成一种向上的激励了 对不对 如果你告诉他 你学出来要跟懂清一样 讲的是标准的普通话 而且逆扬顿挫 我估计很多马来西亚 越南 泰国的同学 轻而易举就放弃了 因为我们不希望 和离我们太陌生的人 离我们太远的偶像一起学习 偶像只是拿来 在电视上看一眼就行了 一起学习的人 应该是真实的人 他的优点就是很真实 非常真实 对学生有一种激励作用 有一种参考作用 你刚才还说简单 要把它做得复杂 多媒体 多种emoji 多种languages的话 也有可能 那么 可以说是一种激励 告诉他 你应该做一个团队活动 人家可以帮着你一起做 那你也等于给别人一个机会 别人去学多媒体制作功能 剪辑功能或者等等 你自己也把作品做得更好 但是我另外还讲究一点 我们学习或者教书 不是为了把自己累死 所以我经常觉得 我是个聪明的老师 我做到一定 我满足了 我就该休息休息 该完我就去完 学生也一样 如果我85分能做到这个水平 做这个东西 我能拿85分 我绝对不把它改造成一个 尽善尽美的作品 然后拿90分 不值得 这就是一个经济学的思想 叫做付出最小的努力 获得最大的收获 或者回报就行了 我的理想是多少分 我拿到那个水平就行 但是关键还是我们回到 最先讲的 一定要参与 要参与到这个重造 重想重学重传的过程 然后想到 我可以把它分享出去 用语言的方法把它分享出去 说到这里 我们把今天比较轻松的话 都给说完了 关键一点 等一下要做点复杂的东西 动脑筋的东西 在做以前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们问题越多 我针对性的去讲解或解答或讨论就会越多 对你们帮助就越多 有没有问题 先解答你们问题 老师我们做这个时候 我们要假设同学们都具备这个技巧 就是这些做视频剪接的技巧吗 还是要先来一个课程 我们老师先去学这个 然后交给学生 还是都假设大家都会 这是新世代必备的条件 对 我先问你一下 你将来要干什么 将来 将来你的aspiration是什么 你的职业梦想是什么 做研究 做研究 我却觉得实际上我想说的是 可惜我现在专门搞研究 如果继续教学 你应该去跟我去学不是的这个人 很喜欢动脑筋 当老师挺好 去当学者挺好 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其实我不知道可以推荐你 真的很好 你刚才说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学生是否要预先具备这个能力 如果不具备怎么办 第二个问题 我们作为老师 我们去教他们呢 这个能力如果他不懂是由我们来教吗 那我问你三个问题 假设让我去教我也不懂怎么办 这不是我们专专业 不是我们专业 而且我还比学生老了二三十年 我告诉你 我这一代人 我用电脑 我是二十九岁出国 第一次摸到电脑的键盘 我就在电脑上见 然后敲半天 不知道干什么 电脑干什么 它没有 我们一直说 这个是电脑的脑 但是 它不是在想 我想不明白电脑是什么东西 做着做着才发现 哦 就是个文字工具 做着做着才发现 是做其他东西的工具 那是我三十所 你们这一代人 我问一下这个男生 你现在你第一台电脑几岁有的 小学三年级 小学三年级 有没有比他更早拥有电脑的人 有啊 有没有幽儿园就有电脑的 举举手 幽儿园就有电脑 你就是电脑时代出生的人 我这一代人出生的时候 我连铅笔都没有 我读大学 我做工人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这里有个兜 我要插两只笔 为什么插两只笔 表明我有文化 你们现在 我相信你们身上都没笔 对不对 有手机 是否说明你们没有文化 连笔都没有 你的手机你是几岁有的 二十多岁 二十多岁 我年纪比较大 哦 其他同学 中国同学 你们的韩国同学 你几岁有手机 How old were you when you first had a 初中 初中 有没有小学有手机的 在座 没有 有 我女儿 对 你女儿 现在 我记得我女儿出生的时候 十七岁 十八岁 就十七年前 我送她去医院 在医院我就看见隔壁的小孩 躺在那个床上 两岁都不到 就捧着一个iPad 不是iPad 就是一个早期的那个手机电脑 两三岁 很常见 所以我们是不同的人 我不会 我怎么教你呢 我现在 才用手机电脑 这是我第一部iPhone My very first iPhone 我这一代人 我怎么去教你剪辑呢 你说 有什么 What's your solution 那你 如果你不懂 你怎么去教年轻的那一代 他们擅长的技能呢 那我们就解释他们 假设他们就能自学 这个很重要 Assumption is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多媒体 在线数字化数时代 我们可以假设 可以要求学生 你进来的时候 具备基本的能力 但万一不具备呢 中国还有很多乡村留守儿童 他考上了大学 同学之间可以学习 同学 只要你想到这一点 那么你就是一个好的老师 你可以告诉同学 你可以peer learning peer learning 实际上就是crowd learning 重学互相学习 对不对 还有什么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 除了重学 可以自学 可以假设他 应该具备这个数字 还有什么办法 学校开课程 可以 学校开课程也可以 学校应该有一些 基本的数字 多媒体课程 现在社会 现代大学应该有 还有什么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 起码 还有一个办法 学生自学 也很容易 现在 为什么 你打开 特别你在国际 特别你们将来 去教汉语的话 你可以自由地使用 Facebook YouTube 这上面一切课程都有 这里上不了 老师 为什么 这里上不了 对 那你就 那你就在爱奇艺上 也有 优客上 也有一些课程 但是你将 但是你教 我教汉语 你将来对外汉语 你是去泰国教 去美国教 去澳洲教 他们可以上 你要求你的学生 你告诉他 如果你不 所以这个时候 support很重要 现代社会 你要求一个人 可以自己去做 我们叫 self-directed learning 这个概念很重要 叫做自我 引导的学习 self-directed learning 很重要 但是你要求人家 self-service的时候 你要提供足够的支持 比方说你说 如果你在你的教学材料上 要求上 你可以写 这个多媒体作品 如果你遇到视频问题 你可以去查一个课程 一个链接 你还可以查其他 你只要给他找到一个链接 那么他可以自己去看 也可以去看其他的连接 这个也很重要 非常好 关键的一点 2.0课程 责任和工作量 主要在学生的身上 不在老师的身上 而且你也不能强求老师 两代以前的人 去懂你这一代人的知识 和技术 这个时候老师只要 发挥组织 协调 指导 陪伴 以及心理辅导的作用就行了 最后再加上评估 但是制作应该是学生自己的事 你想 当你的学生最后 把你这个课程的教学内容 全部都改造成了学习内容和学生内容 你这个课程 一定是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多知多采 多媒体 学生中心 特别是学生有 跟他们有关联的内容中心 然后学生互动很多 学生自学自导等等 这些都很多 那么这就是我今天说的概念课图 有没有其他问题 那老师 那他学生他经历分 他分配他的 他经历的时候是怎么去分配的 什么叫经历 那就是说他既要学怎么去解释 怎么去搜 去搜资源 然后他同时又要把他就该学的 他的 他core 叫sentence 那些什么 他那些的资料分和学好 那么的话就是他怎么去分配他自己的经历 是不是 对他这个学生他起点要求就很高 嗯 我先说一下吧 实际上这个课程的设计里面 还不是为了教起点很高的学生 是为了教学生背景很不一样的班级 现在的学生组成 比以前复杂了很多 比如说我以我的班为例 如果我还教对外汉语的话 里头有 中国人 澳洲人 还有混进去的中国留学生 因为很容易嘛 拿分 我就为了拿分 然后 还有 Asians 像你们一样 还有 Caucasians 还有 Local Australians 那么什么人都有 什么水平都有 实际上 这个课程 概念课程 设计出来 不是为了教高水平的学生 是为了教不同水平的学生 为什么 我们传统的课程 是教语言的表达能力 这个时候 一个高 高起点的学生就明显在 这个课程教的是 语言能力 表达能力 思想能力 制作能力 多媒体能力 全方位能力 这个时候的assumption是 你某些方面强 你某些方面弱 你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老师可以 因人而异 因才师教 包括 我鼓励中文好的同学 我会告诉他 你来自中国 你混进了这个班 我没有办法把你踢出去 但我要求你学的是表达 不仅是中文能力 是表达能力 比如说包括身体语言 包括你的媒体制作 多媒体制作 剪辑等等 如果是个老外进来 我说你原来很善于这种西方教育 很注重expression 中国教育很注重internalization 我会说你原来expression 已经很注重了 那我要求的是 你是否多记点中国的东西 那么多把中文的这种表 这种绘画能力 或者表达能力 多学一点 你可以针对不同的同学 有不同的要求 最后我要求达到的 就是一种所谓的individualized learning 个性化的学习 其实你可能还问到其他人 我回答你的问题没有 可以 非常好 那么时间有限 我赶快进入一下理论的环节 所谓理论 实际上就是分享 这方面的一些模型 或者它的一些基本的理论的说法 或者如果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 你不标新利益 你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你不去挑战常规 你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性 但是你标新利益和挑战 常规 你要做到一个前提 你要能证明你做的是有道理的 是说得通的 是符合需求的等等 这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 一种rationalization 一种justification的过程 你要去论证它的过程 那么我下面讲到的 就是对2.0课程的一个论证 从理论上的 或从模型上的一个论证 有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提 但我先进一步讲到下面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内容 内容很多 我时间有限 我就不讲了 我只是挑选的讲 大家看 左上角 有个web 2.0 我提一下是谁发明的 这个人叫Darcy Dinucci 一个美国人 1999年推出来的 网络2.0版概念 那我将来起码可以说 我为什么推出2.0课程 因为 连网络都进入到2.0版时代 我们教学也要改 我还可以说 我的概念课程 来自于2.0网络里头的 两个关键核心概念 一个cloud 一个cloud 人家问这个概念谁提的 我告诉他 是Darcy Dinucci 然后另外一个人叫Tim O'Reilly 在2000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 在拉斯维加斯召开的大会上 他推广了这个概念 突然 这个概念就在世界上 Went viral 突然就风靡起来 突然就成了 技术界家喻户晓的一个树 Went 2.0 大家你们知道的 淘宝就是2002年开始 受到他的影响 以前的商业模式就是 I sell you buy 我卖给你 我在哪里卖给你 我去一个shop 我开一个shop 我卖给你 现在2.0网络版 让马云想起来 我可以建立一个平台 我变成一个收租婆 或者一个中国人叫地主 我把这个平台推出来以后 你可以把你东西放上来 放到云里头卖 他可以来这个云端来买 这就制造成一个 大家一起卖 大家一起买 你看到了微信的时刻 马化腾把它变成了手机上的东西 大家如果做微商的话 那就是在手机上 而且是移动商 大家都来卖 大家都来卖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 现在充斥着重和云的概念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也说一下 如果这个世界 每三年两年突飞猛进一次的话 革新换代一次的话 教育几百年 中国在中国两千年 如果教育方法 教育内容不变 教育理念不变的话 它说明一个根本的问题 教育落后了 所以我相信 不仅是中国还是西方 现在教育都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 赶不上技术的需求 赶不上社会的变化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一点 澳洲一个很富足的国家 现在也开始炒 淘汰大学老师 我相信中国这个日子也快来了 大学老师他会 这个行政管理部门 会把这个大学的压力 变得让你难以承受的时候 老一代人自动就退了 所以日子挺不好过的 但是如果你不能适应的话 你就自然被淘汰了 我鼓励大家勇敢一点 尝试一下 看自己能不能面临这个挑战 接受这个挑战 做得更好一点 做得更优秀一点 下面给大家看一个图 专门讲的就是2.0课程 这个图说明了2.0课程的一切特点 大家看你们是否可以弄明白这个图 看这个图有什么想法 当然这个图是我做的 如果你们觉得难以接受的话 那对我也是一个促进和推动 我会把它做得更好 能看明白吗 能看见吗 这个就是2.0课程的演示图 它的特点是什么 大家能不能看出它的基本特点 有没有同学说一下它有什么基本特点 除了云和重以外 有什么基本特点2.0课程 那是不是写了吗 对 你自己用你的语言来讲 你会觉得有什么特点 或这个图有什么特点 我下面要说的特点 还不一定是上面写的 因为上面已经说了 crowd 还有什么individualized 多媒体等等 这些我讲了我就不再讲了 再说其他特点 从这个图本身你能看到什么特点 从这个图本身你能看到什么特点 有很多的可能性 有很多的可能性 发展空间 有很多的可能性 2.0的课程提供的是无限的可能性 包括我们如果是1.0课程的话 给大家看 我也做了一个图 这个是1.0的课程 这是我做出来表现1.0课程特点的图 它的特点是 有一个中心 叫做中心意识 或中心大意吧 中国叫什么中心思想 有一个统一教材 有一个统一的教学标准 统一的教学大纲 统一的教学结果 计划 结果造成大家都往标准去看齐 考试也是看你接近这个标准答案 越多你的分数就越高 它造成的结果就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标准的可能性 因为它是标准化的答案 只有一种答案 它是独一的 是唯一的 问题是 它越来越小 因为只有 它把不同的学生 变成标准的学生 把不同的内容 不同的生活体验 变成一个标准的答案和标准的体验 它本身就是问题 它是一种收缩性 所以我可以说 这是教育落后于社会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社会在不断的扩张 我们现在经常说 information explosion 叫做信息爆炸 信息膨胀 但是标准化教育 是把一些东西越来越搜 越来越标准 越来越小 越来越独一无啊 这就是它最基本的 它的可能性太少了 就这样说 而2.0 可以制造出更多的机会 给更多的可能性留下了一个机会 很好 还有没有其他特点 有没有其他特点 我觉得2.0的学生 不管是能力比较低的学生 还是能力比较高的学生 都是一个积极的一种影响 对 而如果是收缩的话 比较低的学生看到自己 跟核心还有差别 就会很沮丧 如果是能力比较高的学生 他也不会再继续去发展 因为他已经造了那个核心 对 不会再增多了 对 但是往外发展的话 水平比较差的学生 他能看到自己跨出了多少 对 然后水平比较高的学生 甚至会怎么变远 对 你说这个态也就太好了 那就是刚才那个硬式化教育的典型 就是我离标准有多近 如果我已经达到标准 我可以翘着阿龙腿度日子 对不对 如果我离标准太远的话 我就放弃了 对不对 我永远都达不到董卿的朗诵水平 我就做不了央视的朗诵者 我就不去了 对不对 所以呢 那是一个比较 不那么振奋人鼓舞人向上的一个学习方式 而这个 你可以要求好的学生更好 你可以给不那么起点差低一点的学生一个提高的机会 提升的机会 你刚才说给更多的可能性 这个是给每一个人一个学习的动力和促进 还有呢 我以为你要回答问题 提问题 都做这个工作了 还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2.0可能有更多的creative的因素在里面 有更 你看中国现在就在讲 大学要多点创新 要有创意 社会要有创意工程等等 问题我们现在还在照文宣课 那么2.0强调的是 创意创新思考等等 那么更符合我们社会的走势和国家的要求 很好 谢谢 这个想法太好了 还有呢 老师那我们怎么评估这些学生 因为他在某些小多 某些程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越南同学吧 太厉害了 我刚才问大家有什么想法 根据这个图形有什么评论 他就给老师提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确实是 恰恰是需要解决的 学生各自为战 都在做自己的 追求自己的梦想 探索自己的可能性 都在去创造的时候 怎么评估 有没有 一个想做压力 一个想做苹果 一个想做菠萝 有没有办法 把菠萝 香蕉 苹果 甘蔗 放在一起苹果 可以 传统的 我先说 一点零有没有办法 有 一点零怎么 标准的 标准 那它的就是 让全部水果 白果 白果圆 变成一种苹果 获得一种鸭梨 那就取决于 我刚好我们领导喜欢 最近喜欢吃鸭梨 那么大家都变成鸭梨 刚好老师喜欢苹果 大家都变成苹果 那么这个 怎么评估 整体评估 怎么个整体评估 整体的话 因为每个人的特长 其实我们接受 每个人的特长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在某一个 可能就 在某一个活动 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 时间段里面 就做一个整体的评估 比如说以前我们做作业 我们都是对错 一提一提一提的去改 那么可能就 整体的评估 就是 这一段时间内 大家完成一个 评估 然后就整体的去评估 那个评估 它有各方面达标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学生有 有 就是有 曾经有努力过 它不可能 就在 我们不是一直 一直要求 学 我们要达成哪个标准 以前的话 我们标准的话 是100分 那么我们一直要求 学生一定要 60分以上 如果 学生不达标 这是老师的错 和学生的错 可是如果我们是一个 创造性的整体 整体的那个评估的话 那么只要有 交上功课 曾经 它有在这个 这个 付出过努力 我们都 我觉得都 只要它 不偏离那个逻辑 都能达标 只是那个标准 就 你的那个 嗯 它的那个成熟度 可能以那个 成熟度的那个高低 来评估而 做一个整体评估而已 这位同学的脑风暴 实际上 对我也有所启发 对我正有启发 评估 我们现在是个人的 用集体的标准 评估个人 可能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友好的环境里 评估可以作为整体 我们全班做的好 全班都拿高分 全班做的不好 全班都拿低分 有可能 第二个评估 只要你做的好 我都给你用 只要你做的 做完了 我都给你量 只要你 来了课程 有没有做 我都给你及格 也很好 还有其他的办法 你这两个办法 我觉得都可以 考虑采用 特别是 当我们的分数 跟我们将来 拿什么工作 没有什么关系以后 跟我们 可以采用这两个方法 其实现在的那个 有一些幼儿园 比如说 非主流的幼儿园 他们都是以整体的评估法 就是以达标和不达标来评估而已 而不是以分数的量化 但是那大学生会不会觉得你拿幼儿园的标准来衡量我 会不会有点愚弄我的感觉 就其实那幼儿园的从幼儿园开始 其实从幼儿园就开始改革 那个教育 改革上来的嘛 你让我想起邓小平说的话 中国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结果现在发现 娃娃输得比大人更厉害 最近有一个青年队少年队 输给巴西32比0 我觉得从幼儿园有问题 不过这个题外话 再想一想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第三种可能性 有没有 评估 我觉得学生也可以参与评估 学生也可以参与 互相评 很好 用到 这就是你们美团给评分 那个还有住宿 有一个什么住宿 邪城安叫什么 有个什么住宿 也给住宿打评分 对不对 挺好 嗯 那个还是不太一样 有没有老师可以用的评分方法 我们用刚才苹果鸭梨 甘蔗 香蕉 pineapple叫什么 菠萝 菠萝 做栗子 有没有 用这些水果做栗子 可以说明一种新的评估方法 有没有 那要不然就苹果给苹果一个苹果方法 你一个苹果方法就是 什么 就是每一种水果给它一个苹果方法 太好了 为每一种水果建立一套苹果方法 具体的说下去 实际上我觉得你合理 但是你要想一想怎么让苹果的评估方法 跟鸭梨的评估方法可以比较 我说下去 我因为时间有限 我就直接说 还是用水果来做比喻 做例子 鸭梨 最好的评估方法就是看 苹果能不能成为更好的苹果 鸭梨能不能成为更好的鸭梨 香蕉能不能成为更好的香蕉 甘蔗能不能成为更好的甘蔗 每个人都成为更好的自己 更加重要 比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标准 中心标准最好的体验 或最准确的体现 要好得多 那我讲一讲 怎么评估苹果和压力 怎么把苹果和压力来比 我们一般人的常识都说 You cannot compare apples to pears or to pineapples 你不能把不同东西相比 但是在我看来可以比 你要把教学试做一个过程 你要把你吃苹果和种苹果 试做一个过程的话 你就可以比 因为你在开始跟苹果打交道的时候 你就要问他 你想成为一个什么苹果 What apple do you intend to become? 你想成为一个多甜的苹果 或者多大的苹果 或者什么颜色的苹果 我在跟你一直交往 我在一起陪着你学习 我会告诉你 现在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苹果 然后你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一直去修正 校对你这个目标 最后的评估是 看你自己定的目标 你这个目标有老师的input 有老师的意见在里面 你自己商定协商商定的目标 你自己达到了没有? 你说我要成为一个国光 这种水平的苹果 你达到了国光的目标 你说我还解决了一个问题 现在大家都有糖尿病 我这个是低糖的 我还生产出一个低糖的国光水果 国光苹果的话 那我还可以比更高的分数 那么在图表里头 你们看一看有箭头 箭头有两条线 一条是虚线 一条是实线 虚线就是他承诺的目标 实线就是他达到的目标 你会看到有些虚线和实线是同等长度 这就表明他承诺的他达到的 有些箭头虚线更长 实线短了一点 能看见吗? 虚线长 左上角那一个 证明他好高物能 想的很美丽 付出的努力很少 达到的成果很有限 那么他的分数就是达到的成果 那个水平 右上角 有些人一进来很谦虚 很比较自卑 定的目标很低 但是通过努力 他做了很多东西 付出了很多 收获了很多 你可以给他更高的付出 甚至你觉得 我的满分才一百分 但这个学生 做的已经超出了同年级 同龄人的水平 他的想象力或创造力或技术水平 全部加起来 他的总和 超出了我对他的一切预计 你可以告诉他 本来我可以给你一百五十分 但学校限制 我只能给你九十八分或九十六分 那么这个学生是一种很高兴的心态 老师认可我的创造力 我的知识 我的认知能力 我的学习能力 本来可以给我更高分 但他给了我学校允许的最高分 这就是一个鼓舞 你发现没有 这个和刚才的标准化考试 有个最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的差异 刚才那个是punitive 什么叫punitive 是你错一个我扣你多少分 你去过中学你就一定知道 老师根据你错了多少个字 我扣你多少分 那叫做punitive 这是我最厌恶的一种评估方法 根据错误来惩罚你 我更喜欢这种 根据你的努力去鼓励你 然后鼓励你下一次做得更好 鼓励你不断的进展 鼓励你不断的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这也是我说 你会发现你在国际上教书 鼓励比批评更加重要 我今天之所以敢批评我的学生作品 是因为他不在场 他在场我绝对是表扬为主 鼓励为主 那么这对大家也是一种提醒 鼓励为主很重要 还能看出什么特点 其实特点很多 我再说一个 你们能看出来 我就说看不出来 我们就结束了 还有什么特点 他老师为什么没有见到 什么 就是那个小朋友 他老师怎么没有见到 那可不可以说 像学生给老师在哪个分 这个说起来 这个说起来 主要表现的就是 学生跟老师在课堂里的作用是一样的 是平等的 所以大家的尺寸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小环 但是学色和身份有所不同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深色 但是呢 实际上你给我一个提醒 我们说学教 什么 教学相长 对 我宁愿把它改成学教相长 学在前面 学教相 学老师在教的过程中也在学习 我自己是个例子 我告诉你 我现在我做的一切东西我自己都会 比如说我拍电视 我拍的可以进入国际的 纪录片节的水平 为什么 因为我一辈子都在学 国际上有好处 你会发现 人生 度过的一生 就是学习的一生 在不断学习 不断完善自己 你今天提醒我 说不定我下次做这个图 老师也在向外扩展 也在学习 也在成为更好的老师 这一点非常好 那么再说到最后一点就结束了 传统的课程是一个死课程 建立在教学内容和教科书上 这个课程是个活的课程 老师和学生越努力 创造力越多 它就越大 它是个拓展的过程 当你四面八方去发展的时候 这个过程就是你刚才说的 无限的可能性 无限的机会 无限的拓展 以及个性充分发挥发扬的机会 但是很重要一点 也是要学会和别人共处的一个机会 团队 否则的话 一个充满了个人主义 个人中心的社会 不可能是一个美好和幸福 这里教会大家 团队精神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讲座 是两点半结束 是吗 我担心 耽误大家 如果有问题 可以问问题 如果没有 反正李老师来 还可以继续 我可以去提问 如果有问题 大家可以问 我们来说问题 很清楚 嗯 这个机会很好 其实我在想 可能在某一些区域 或者某一些地方 他们设备的条件 可能未必允许进行这样 这种方式的教学 比如说我们国家 基本上一般的学校 都不具备这种多媒体的条件 对 所以中国人说 最聪明的人不是聪明的人 最聪明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知道充分地利用天时地利人和 那就意味着 如果你都没有多媒体 我去弄多媒体是irrelevant 没有效果 那我们可以把美术音乐艺术和学习 综合在一起 也可以啊 不一定说是非要多媒体和素质化 但是如果没有云的话 你说可能还没有云 如果没有云的话 那也确实证明这个社会 云还是另外一点 可能就比如说大家都可以做 可能各自大家的家里 我们经济条件还是允许的 家里大家都有电脑 可能学生也有制作的那个技能 可是我们的学校 不具备那个多媒体条件 比如说就没有那个呈现的 那个展示的 让展示的那个空间还是什么 因为 那你可以看出来 第一 还不成熟 我们的学校跟社会脱节很大 我们的学校是我们的 对 实际上不包括不仅你们 澳洲的有些 比如说援助居民 这也说明有不公平的现象存在 那也就说明我觉得好的老师 好的学生 不仅说我能挣一个工资 可以把书给本给背下来 还包括我们要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 要想一想怎么使这个社会更加的公平 更加的进步 可能任重道远 但我们要多做一点 包括如果每个人能去做一点善事也很好 每个人为这个教育的进步 多出一点力也很好 人是要有一种理想的 我都在想有朝一日这个世界 大面积失业的时候 能维持我们生命的 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而且是所谓高晓松说的远方和诗 我加上还加上一个人类的关怀 人类的关怀 人性的关怀 任何问题 没有问题 估计想回家 这个 有问题 老师 您说 老师 您怎么安排这段时间 您除了那个教育以外 还做很多研究的事情 尽管我发表了很多文章 这些事情 您怎么安排时间来做的 因为 首先 我比较聪明 聪明在什么地方 我把我的课程 变成了学生共造的课程 我的内容由学生来做 起码我在教学的准备方面 我就节省了很多时间 第二点 我做的是新的东西 我新的东西 很多学者要做研究 但不知道研究什么 他去研究国家大师 在中国去研究吉尔吉克斯坦 我觉得很离谱 那个叫隔靴搔痒 或者隔山 看什么 我觉得都没什么用 我研究我的工作 我怎么教 我怎么创新 我去研究我的东西 这些文章好发表 而且我节省很多时间 我的数据 你看我今天 我今天也在做很多事 第一 我在讲座 但不仅讲座 第二 我来看朋友 跟你老师第二次见面 来吃一下上海饭 来看看交大 然后呢 来 我还在传播新的语言 同时我还在制作新的视频 为下一次的传播做准备 所以 你只要 你把一些东西 很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我相信你会节省很多时间 不知道有没有 比较完 比较满意地回答你这问题 我不知道 嗯 嗯 非常佩服 然后 我的问题就是说 既然课程有2.0了 那我们的这个学校的 这个物理的这种 这种设置 就是大家要在同一个时间 跑到同一个课堂里来 然后坐在同一个地方上课 然后大学甚至是要这个 远复重阳的 然后跑到一个地方去 去租了房子 住在那里 您觉得以后 您的理想是怎么样 我要讲两点 我们不改的话 这个社会也在改 我们不改的话 我告诉你 我本校 我本校我在九十年代去 整个学校热闹得很 也叫做去过很小的学校 里头四五万人 成年都是人山人海 你现在去学校已经见不着人了 所以我说 有一个象征 有一个标志 Universities especially their campuses are becoming irrelevant 变成越来越无关 当大家养成习惯以后 大家就不去大学 这就意味着 你不改造的话 你被淘汰的更快 当你把它改造成 一种体验的中心 你看 现在很多大学 变成一种体验的中心 空间让学生可以聚会 到处都给插电 到处都给上网 到处都给讨论 到处都给创新的时候 你可以吸引下一代的学生 再讲 课堂的 你讲到空间 我还想 昨晚上我在复旦的工作坊 那个工作坊 只有这里一半的那么大 大概是三分之二吧 你猜里面挤了多少人 是一个2.0上课的 现场的体验 挤了八十分 大家都说 你不可能做这件事 为什么八十分 大家一起来做事 你会把这个 会炒翻天 但是只要学生做 我就说 你可以出去做 只要你理解了我的instructions 你可以出去做 意思是什么 在现代社会 一切都是活动的 灵活的流动 客室只是一个死的空间 但我们可以把它 变成一个活的 只要你把 我说一个最简 只要门打开 这个世界就大了很多 只要学生出去 这个世界就更加大 当你在学校里头 给学生制造一个 无限的空间 学生可能会愿意来 不知道有没有贴切的回答 有没有问题 我现在的感觉是 可能老师和学生 想要做点什么 可是这里有太多的规定 不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哎呀我见过一个学校 我最近去一个学校 我觉得这个学校有问题 他说我们要做一流大学 我说你这个学校有一个规则很奇怪 大学一年级不准用电脑 没有一个学生 用电脑是违规 我说现代社会 数字化电脑化电器化多样 多媒体时代 你禁止学生买电脑 带电脑回学校 我说你这个班跟我的班 就相差几个世纪啊 我的班里学生同时用几样 电子工具来工作 效率高 创造力高 工具也多 你现在要求学生去手写 不是说手写无用 而是说这个世界要求每个人 有更多的技能 手写重要 但是电子技能 数字技能也重要 我现在的感觉是 创新和改变都发生在个人 和这种小团体的身上 但是大的制度和机构 你要推动它 不特别难 那我说一下 在座的学生 我推荐你看起了个电影 一个电影叫 Dead Poets Society 一个电影叫 Freedom Writer's Diary 一个电影叫做 讲电影 讲 有没有喜欢篮球呢 美国有个篮球 讲一个篮球教练 哦 Coach Carter Coach Carter 看看这三个电影 你会知道 我们 我希望你成为更好的老师 为什么 更好的老师有贡献 希望这个社会更好 希望这个社会进步 希望每个学生都成为更好的学生 来推动社会进步 所以我觉得世界上你说的很有道理 一切改变都是个人推动的 你想唐僧 是不是叫唐僧 玄奘 玄奘 玄奘一个人的力量 开始了一场革命 让中国变成更加的佛教 对不对 毛泽东讲 石油革命一场炮像 送来了马列主义 一个人的主义就改造了中国 中国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 所以不能低估一个人的力量 再推荐一本书 一讲到一个人我想起一本书 一个南非人写 这个人后来移民到澳洲 我一边讲他一边讲他的名字 叫做 他这本书的名字叫The Power of One 一个人的力量 The Power of One 千万不要觉得我就是这个世界上一只蚂蚁 即使是一只蚂蚁 我也有我个人的力量 我能做多少做多少 我能改变什么改变什么 你很可能最后就推荐了这个世界的进步 其他问题 还有问题吗 好像哪个同学说要写什么互联网加 这些汉语 汉语实际的影响 好不一定 好不一定 你把你的想法 少说的乃是想不出 他发现留学生 他在学汉语词汇的时候 经常在用这个手机上APP 对 那么他想到这个 实际的件事 学汉语真的现在多了很多电子工具 各种APP 我们以前如果用教科书只有一种环境下 在课堂里 在书桌旁边才能去认真学习 现在你最聪明的老师 就是鼓励学生用一切最有 最有效的手段 最有效的时间 去做他应该做的事 包括有些事 可以在公用汽车上做 有些事可以在饭堂做 有些事可以在床上做 一边睡觉一边看 所以在这里 这个世界是无限的 这个2.0课 这个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 但是 这个是突破了 现在有些1.0课 我们先接受它的新概念 而且这个新概念是 虽然社会发展的需求 也就是说社会发展了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 这个模式也要进一步发展 至于说 这个现实当中能够落实 能够落实到多少 这个中文讲得很好 这个我们 这个我们首先要有这个意识 然后我们慢慢推动 这个也是一个重的概念 一个人的力量小 我们形成合力了以后 慢慢就能改变 所以呢 这个今天呢 我们非常荣幸 听到中老师的演讲 另外呢 因为中老师是来自 新南卫士大学 这个时候 教大师是 这个我们合作建立工资学院 对吧 那么我们在座的同学 可能明年 也有一部分同学 会到那里去 当志愿者 那么我们现在提前认识了中老师 对吧 那么就是说这个 将来就到 这个明年到了那里呢 这个也随时可以请教 这个中老师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在那边 还有些论文 对吧 可能有关的问题 也可能问一下这个中老师 甚至呢 有同学可能将来要深造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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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答应了 要考虑收我了 那中老师 自己可能带帮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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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所以今天我们再次感谢这个中老师 所以说一下 荣幸是我的我的荣幸 第二点 我的办公室里孔苑只隔另外一套 一个门 就我是邻居的邻居 第三点 今天你们教授请我吃午餐 下次呢 你来了我就请你吃 就当着请教授吃 你们去带我吃 那行 那行 好的好的 那今天就在这里